天气冷了,不仅要防寒,小日子也是贼心不死 一直在惊吞中国的中药专利 最近呢,日本王子控股为了绕开咱们的出口管制 宣布要自己在日本种甘草 据说呢,在20年啊,日本甘草的使用量就达到了2019吨 其中90%都是中国产的 原因是呀,这两年,日本年轻人爱上了汉方药 制药的八成药材都是要从中国进口的 可是人家日本医药剧头没有选择加大进口 而是直接大批的收购中药企业 2021年,日本金村制药砸了12亿 将盛氏百草80%的股份收为己用 盛氏百草呢,不光是影片大厂 同时还是中国最大的中药材出口商 2022年,金村又和中成药龙头民企集团合资 建民代表的产品呢,是龙某撞骨颗粒 背后的华丽系拥有图幽幽氢号素的完整产业链 今年5月,金村再一次出马 只花了2.5亿,就又连过端了百年药企 紫光沉寂 这金村一个日本厂商为什么要收购中国的中药公司呢? 因为他们产我们的中药专利很久了 把公司整个买下来,才方便去掏空专利和技术 很多日本药企把中国的药方搞到手之后 直接注册成了日本产权 中国的中药就成了日本的汉方药 就比如说复日游客,常往回买的龙某伞 葛某汤,还有张仲锦的伤寒杂病论里面的很多药 都被开发成了汉方 以至于现在世界专利库里面 日本注册的中药企业就占了专利数量的70% 而中国只占了0.3% 中国药企想用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技术 还得向日本取交专利费呢? 万德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A股中药企业71家 研发费用基本都在营收的5%上下徘徊 然后你再看这71家市场行情 股价那是一片绿啊 再想想紫光为什么会被日本收购呢? 说到底就是因为国人不再信任中药 药企经营困难 不卖就关门大吉啊 所以说到底还得咱们自己先重视起来 中药要是一文不值 日本为什么要大量抢助专利呢? 对此你怎么看? 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吧